90年代初,為了舒緩鐵道的接駁壓力 港鐵巴士開辦多條來往原線港鐵站的接駁巴士路線 全部路線都是三位數字,大部分以K字頭為開手 各客乘搭的K16號線是由1991年開辦 初期是為了接駁紅磡車站自尖開咀 其後在西鐵通車之後,將路線延伸至南昌至尖東站 方便轉成東鐵或西鐵的乘客 而為了配合港鐵九龍南線通車 服務港人近17年的K16號線 就在今日正式和大家說再見,完成歷史任務 而由9月19日起,東北自駁巴士的任務 將會交由大埔區營運的K12、K14、K17和K18號線 路往大埔區內一大至大埔區站 近次有一自獨免費鐵路轉乘巴士優惠 方便乘客由鐵路轉乘巴士前往大埔區 感謝各客多年來的支持 我們將會主力於大埔區繼續為大家服務 拜拜 拜拜